阴景代表,你看能不能让樱花国买一些咱们的农产品,帮帮忙缓解一下困难,这也是为了咱们新六国联盟的稳定嘛 这个,恐怕我没办法帮助你,从南河国买农产品,光是运输费用就高的离谱,哪怕你们亏本卖,我们这边也收不回充本,都划算 那这样您看行吗,我们用农产品跟樱花国进行物资交换,您看看换什么物资合适就给什么,好歹帮忙解决一些问题 阴景代表,如果是置换的话,按这个芒果可以吧,你们有多少,我们就能包多少,全部要了 正好,我们这儿有六十多万吨的海鲜卖不出去呢,咱们进行一下置换,拿海鲜换你们的水果,如何 好好好,这交易合适 那咱们签合同吧 怎么这货比我还着急啊,咱们这海鲜没过期吧 放心,咱们的海鲜全是核档产的,交付时全是现捞的哟,保证新鲜 您说海鲜是哪儿产的 核档 这他妈是想让我们男猴人变超人了,这样的海鲜,我们可无福消瘦 但呀,本代表,你可千万别听那些媒体胡说八道 我们的海鲜,那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绝对不含任何有害物质 我们樱花人的信誉,在全世界那都是大大低好 是啊,出了事,下跪道歉,斯密马赛科就完事了对吧 那什么,阴景代表,有其他产地的海鲜吗 只要不是河岛的海鲜,咱们都可以商量 这没事,前些日子和废水排放的首日,人家阴阳国地主还带着他那美丽东民的夫人,专门来河岛水产市场购买了一条鰻鱼 对着众多媒体开心的表示,他将与家人一起享用这种美味的海鲜呢 国际知名环保人士好歹都说了 我们的排海行为是,得到罢股认可和国际权威认可的 属于合法环保行为,支持和购买河岛海鲜,就是在支持环保哟 那你们自己吃过没? 当然了,我们官方已经将河岛海鲜摊牌到各大战区去了 要求战士和高层起到带头作用 后续我们还会让公闭学校的食堂大规模采购和岛海鲜 我们还会把吃海鲜和爱国主义教育绑定在一起吃河鱼 多吃河鱼的同学,才是樱花好少年里 那挺好啊,那么好的东西,你们自己多吃一点,应该就能解决吧 一人一天18公斤海鲜很困难嘛,一点也不困难吧 阮代表,听说南侯最近跟霸果关系不错 我告诉你哦,最近霸果已经跟我们签下了鱼业大单 还专门派代表来吃海鲜呢 偷偷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其实我们的海鲜已经卖了很多的霸果了 到现在一点十二也没有,你得相信我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事 告诉你吧,北溪产地的海鲜们用新身份登陆霸霸果后 因为打着高端食材的标签,价格居然还涨了二倍左右 非常受欢迎哟 交换农产品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我们南侯也想做海鲜加工的这个活 不知道阴景代表有没有兴趣合作 哎呀,当然有兴趣了 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樱花国和阴阳国能不能帮忙收购一些农产品 他们帮不了咱们 不过我们跟樱花国达成了海鲜加工协议 海鲜加工厂应该能缓解农民的一些就业问题 咱们再多号召本国人吃水果 一天吃个十八斤凤梨 先撑一阵子 等我们新六国联盟打败十三之后 任何问题都绝对能迎刃而解 南侯国那边可真行 宁愿扛着农产品烂掉卖不出去的压力 也要跟你对冲到底 说实话 这一点上 我还挺佩服南侯的 比向国硬多了 南侯农民难道不会抗议闹事吗 我跟你说 南侯这次处理事情可搞笑了 他们居然跟樱花国合作 引进了河岛海鲜进行加工 出口业务 最终把这批海鲜卖给他们的八国店 这可真是负此此笑了 需要战方出手吗 战方频繁出手的话 国际影响不好 我有更好的办法 你小子损兆多 说说吧 断电 妙啊 一旦断电了 南侯国一万多家企业就等躺平 全年各项出口指标的暴电 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现在先别断 樱花国的加工厂 不是明天开始在南侯工作吗 等开起来之后 咱再断 那个时候南侯国光是违约金 就不知道要赔多少 还好你小的是大厦人 要是你是敌人的话 我真不敢想象 大厦得有多彩 断电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 软病鬼我就不同意 但是那群老家伙硬逼着我答应 现在好了 一旦到了利益对立的时候 人家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 那特国那边还继续吗 继续 必须继续 这是咱们南侯国 唯一能翻身的机会 我可不想象象王那样当个懦夫 但是停电问题怎么办 不就热死点人吗 咱们住的地方是优先供电的 热不到咱们 怕神吗 我不是怕热死人 我是怕各大代工厂会出现违约问题 尤其是樱花国那边 他们刚运过来几十万堆的海鲜等着加工呢 要是没电 连冷库都没办法工作 海鲜放不了几天就得发臭 到时候樱花国可以直接要求咱们赔付所有损失 等于是咱们花钱把所有河岛的海鲜都买了 那些海鲜倒还好 苹果 三桑那边的订单我也能拖一拖 可您别忘了 现在南侯国最大的外资代工厂 是默认资本的红星电子 咱们这次停电 就是因为跟十三对冲 十三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默认资本那边的违约金是多少 杂七杂八的加起来 得有几千亿吧 怎么这么多 我们签订单的时候就排着胸脯保证完成 压根没考虑违约的问题 所以对方要添价违约金 我们为了拉到订单也答应了 不行 必须找大夏说清楚 这是大夏的企业 又是大夏自己故意停电 违约金我们绝不付 这是你想不付就能不付的吗 你以为你是三哥啊 阮青英当即拿出手机 拨了个号码出去 然而拨了好几遍都没拨通 搞什么啊 怎么打不通 地主 咱们这边处于雨林地区 信号很差 苹果手机基本上没什么信号 要不您试试夏威 阮青英一脸的愤懑 最终只能是换了以前那个夏威手 这才打通了电话 喂 阮地主 您找我有事 风老 大夏为什么擅自停了南侯国的电 不要忘了 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 你们擅自停电 属于违约行为 得赔偿我们两千亿 阮地主 你别急嘛 我正想跟你解释这件事呢 最近夏季到来 我们大夏出现了大面积的用电荒 所以供电量严重不足 这些我们可都是有证据的要 咱们是签合同了 但是合同礼部也写了 如有不可抗拒因素 大夏会优先供电给本国 其次才是南侯嘛 风老 能不能先放个50%的电量过来 你是知道我们南侯国有鬼门关的 没有电 我们的人民是真的会热死的 那就把你们皇宫 还有高层的用电量分 一半给底层人民倍 据我所知 如果只是民用电 你们的发电量绰绰有余啊 除非是你们高层不想过苦日子 阮青英再次被噎住了 阮地主 其实能不能恢复发电 不取决于我们 而是取决于你们 风老 十三那边我没办法放手 你知道我没办法的 即便付出的代价再大 我们南侯也必须拿下克国大盘 老阮 咱俩认识了几十年了 很久之前 你们打仗都是我带队过去帮的忙 听我一句劝 清仓走人 退出新六国联盟吧 你们赢不了的 不可能 这是南侯国唯一能翻身的机会 我凭什么要放弃 那咱们的情谊就到此为止吧 代工厂那边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十三那边继续对冲 这一战只许赢 不许输 我们输不起 这一战只能够